沒想到在這屏東裡面 居然這裡大家這個 理的部分要做改變 居然要向韓國瑜爭取 出現這樣的字眼 這是否也就代表說 像這次過年的時候 我們看到台北的冷氣 但看到高雄的熱情 我們在屏東跟高雄 就只有那個高平溪的一線之隔 可是屏東的人也看到了高雄 現在這樣的繁榮之下 我屏東也希望能夠沾點光 但相對的中央的蔡英文 她也看到了 我這個時候不壓制韓國瑜的話 到時候真的跳出來了 那我蔡英文怎麼搞連任 其實我先談韓國瑜 他上次說他自己是後裔 可是我認為他現在是最紅的太陽 包括所有的太陽 你有沒有發現 他們都在爭說 誰在選舉的時候 不好意思 幫助過韓國瑜 對 所以其實現在韓國瑜 是全台灣最夯的 像我們過年 其實我們接待很多 從北部來的立委 他們未來要參選立委的 他們也都來高雄 他們是希望沾點韓流 所以說其實什麼東西 黏到韓國瑜就會紅 這句話我覺得大家一定相信 所以蔡英文現在 她其實最害怕是誰出來選 大家都知道 韓國瑜出來選 所以其實剛開始選完之後 人家問我說 宇軒你覺得韓國瑜 會不會出來選總統 我那時候說100%不會 我現在開始保留了 因為有時候是一個市 這個市是誰造起來的 其實是民進黨造起來的 哪幾個人造起來的 蔡英文 蘇貞昌 林家龍 陳其邁 因為他們絕對不會讓韓國瑜好過 跟林家龍的關係 有 我們的輕軌 他是交通部長 而且你們接下來要慢慢看 因為我們4月份 我們臨時會結束了 我們4月份開始開定期大會 我們在追幾個案子跟中央有關 第一個 慶富案 第二個 二階輕軌 第三個 氣爆案 這裡面幾個重要的人士 現在有的要嘛不是不見 要嘛退休 離職 要嘛幾個key man 其實是位在中央當作高官 我要跟立剛哥報告 我現在在蒐集很多的資料 有的時候因為這些案子 他卡到中央的經費 所以有些資料 我在市政府的層級 我是調不到的 因為本身我是立委 陳一鳴的特助 所以我會用陳一鳴 立委特助的身分 去跟中央要資料 可是我目前所對待的 其實非常非常的不友善 甚至我再要有兩個狀況 第一個他們打給我 拜託我不要再追了 甚至有人告訴我 那是比較客氣的 叫你不要再追 甚至有人告訴我 二階輕軌不在你的選區 你幹嘛去處理這件事情 可是對我來講 這個是重要的公眾議題 我們高雄市民有 那這等於警告你不要去碰 他其實我認為是有點在暗示 但是我還是認為 這是我議員的職責 所以我拚命的要 我在跟經濟部 跟一些中央部會要資料的時候 真的有的時候 要嘛他們就說好 這位跟我聯絡 要嘛就是很不耐煩的告訴我 這些資料早在什麼時候 就已經提供過了 請我去找那些議員 或是找那些單位 去要這些資料 所以我認為 我們未來跟中央之間 假設我們繼續在追查 這些案子的時候 也許會有摩擦 也許會有一些火花 那這些火花會不會做成 我們在爭取高雄建設的 反作用力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要提醒這些高深的 譬如說陳其邁 我一直在講陳其邁 是因為我們在議會 也反覆的Cue他 因為我們希望他不要 換了位子 換了腦袋 因為他在選舉的時候 給我們很多很多的承諾 譬如說捷運黃線的延伸 捷運延伸到林圓 這個是蔡英文總統跟陳菊 還有許多的立委 以及陳其邁在我們林圓的 廣應廟神明前面 他們有宣示的 在神明面前 答應說要做到這一段 他們答應說要做的 但是目前我們的交通局 我們的捷運局 我知道是他們叫我們 回來重新規劃 我們的捷運局重新規劃後 我們馬上送案 但是我們不知道 我們可不可以爭取到建設 可不可以爭取到經費 所以我還是要提醒 這些重要的官員 你們的承諾還是要持續 因為這些是對高雄市民 對高雄市民的保證 所以我認為說 蔡英文對我們地方 會不會越來越緊繃 我一開始很天真的認為不會 當時我記得國慶哥 跟俊毅委員都告訴我說 你方式慢慢看 我那時候的論點是說 我認為全民都在看 如果你又逼韓國瑜 萬一他真的被你逼出來選 對你似乎不利 但是其實現在 大家很清楚知道 有一個人虎視眈眈 那個人叫做柯文哲 誰可以壓制過柯文哲 目前我敢保證 國民黨這幾顆太陽 可能還不夠亮 我只能說還不夠亮 我不知道他們的光芒 會不會越來越亮 但是目前還不夠亮 所以未來這個市 如果逼得韓國瑜 真的上去時候 那就變成 你中央如果真的有辦法 讓我們高雄有這些建設的話 韓國瑜這時候 也許他會在高雄 就不會被這個市推上去 所以我在講這個論點的時候 其實我很矛盾 因為我身為高雄市議員 我希望他真的把高雄做好 因為我們給他很多的期待 但是我身為一個國民黨員 我又有另外一個思維 你要選是不是要勝利 誰可以勝利 韓國瑜為什麼能夠 成為共主嗎 因為他給人民有期待 過去的政治人物 已經沒有辦法讓人民有感 有期待 所以他們會下台 他們會過氣 是因為他們背棄了民心 所以我們在講 騙神明這個玩笑話 其實背後是人民的無奈 有華 聽到在高雄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高雄在之前的時候 民進黨其實對於高雄 是與取與求的 可是你在現在這個時候 有些人就開始 你說有山縣跟海縣 有人就開始給你資料了 給了資料之後 你就接到了兩通電話 今天聽說 好像新潮流的某些人 還想約你見面 支持新潮流的營造商 就是說我昨天點名了四家 其中一家 應該是工程顧問公司的一些人 他要跟我解釋幾件事情 他們主動的找你要解釋事情 對 他們是主動的找我 他說他要解釋事情 我先講 他們今天跟我談的 跟于軒議員講的一樣 他們希望我對二階段的輕軌 尤其車廂等這些問題 牽涉到連綱的問題 希望我們就到此為止 他除了這樣子講以外 他說是二階段 他還跟我講了一個論點 這個論點讓我大吃一驚 他說不是中央不要見 是韓國瑜不要見 我說韓國瑜講的是緩見 他說反正前已經投入了 最後的結果是怎麼樣 大家可以等著看 他除了跟我講到 二階段輕軌的問題以外 他還又講了 他說全國的電視台 都沒討論輕軌問題 你們為什麼要拼命講 你們是不是想希望 從輕軌當中得到什麼利益 我說我告訴你 我從來沒有包過工程 如果有一個標案 就叫民進黨政府公布 我只要拿一塊錢 我只要拿一塊錢 學國慶兄 不自殺聲明好了 把那個布把它拿掉 好不好 我只要拿到 我只要有拿到一塊錢 請你馬上公布 我絕對奉陪 所以我現在就是說 他們除了跟我講到這些以外 我覺得輕軌二階段 是內情重重 他也沒給我解釋清楚 他說連鋼是一個應該查的重點 除了這個以外 他還跟我講了幾個已經一約 而尚未簽約的什麼水上遊樂設施 什麼山區遊樂設施 就是那個他們是要訂的 為什麼他要訂了 因為他們的錢已經投下去了 所以他們就是說非做不可就對了 非做不可 他說韓國瑜 可是口氣很狂 現在是韓國瑜當事 他們居然說要訂了 要做那些遊樂設施 那個遊樂場呢 除了這一些以外 我們現在講的下水道的一些問題 他居然他也跟我講 你可以到公共工程的網站去看 行政院公共工程的網站去看 我們標了多少 他說那些都是公開資料 我們一切依法 他突然他就講了一句 他說他現在可以直接了當告訴我 他們都是合法承包的 不管用什麼方式 你韓國瑜不能不認帳 那你韓國瑜不認帳的話 他們準備尋求法律途徑解決 我這邊我再講一個比較具體的案子好了 韓國瑜他上台以後 他也對這一些建案一個一個一個 看過了 他請李四川看 請李四川看了 我就先講天坑好了 天坑是有預約的 就是說我這條路 我可以五年的成兆權都是我的 他是直截了當講 他就是說你不要認為新潮流不會反擊 他說最重要的一點 他說我們在那邊擦旗 已經擦了將近二十年 擦了二十年 請問誰敢去取代他 他說你誰敢去取代他 原始設計圖通通都在我的手上 他還跟我講 就是說韓國瑜陸主市政府 你擺脫不了這些派系的牽制 原因非常簡單 你的局術首長 雖然是你韓國瑜找來了 可是從副局長以下 全部都是我的人 除了全部都是我的人 他們認為是說 只要快要出問題的 在韓國瑜沒有就任以前 全部都走光了 公文也那個不見了 等於讓你找不到 等於讓你找不到 第二個 那我沒有辦法向議員求證 只要議員談到敏感的問題 他們的局術首長裡面的一個 所謂的大佬 我昨天講了兩個附密 算了 我今天我就不講附密的 孫政來講 附密的上面還有誰 大家去想 他會一個議員一個議員通通拜訪 他拜訪就說拜託 這件事是不是不要講了 那件事是不是你可以不用提了 第三個不在你的選區 那你幹嘛那麼關心 是不是你要仲介廠商 有沒有這回事 今天下午他就跟我講了 他說你們這樣子查下去 是沒有用的 他說別人給你再多的資料 除非你逮到我不法的證據 然後我今天我也把資料帶給他看 他說是誰給你的我都非常清楚 就是說一個營造商可以囂張到這種程度 他說你要知道我們插旗20年 我們支持新潮流 他還跟我講了一大堆 關於他們的 他說我現在告訴你 農田水利會 插旗已經插了25年了 新潮流已經插了25年了 他說你最多只能換一半 一半還是我的人一半 你們國民黨自己想辦法 就是換句話說 地方政治非要搞到這種地步嗎 我現在懷疑 民進黨政府簡直是在搞那個幫派 你不要認為那你合法 我就對你沒有辦法 但是我告訴你除了合法以外 要以高雄市民為一個依規 那別人檢舉了這些東西 我們還是會查到底 二階輕軌的事情 其實我真的收到滿大的壓力的 因為第一 它不在我的選區 我目前只要我查 很多的網站 很多的網民 就會跑到我的FB上 說我要反對高雄進步 反對這個綠能載具 可是其實我覺得說 我不是反對這個建設 先給你蓋帽子 對 我覺得我不是反對這個建設 而是這個建設 它要投資幾百億 以高雄目前的財務 我們需不需要投資幾百億去這個建設 這個民眾還有雜音 如果說你撫平這個雜音 把民眾的疑慮消去 未來高雄很多的建設 能夠公開透明 所以這個是我們議員的職責 所以我覺得說 像這是過年好了 很多人要搭輕軌 搭不上 所以很多人就要往臉書上說 我反對車廂進來 可是並不是反對 是因為你們知道嗎 車廂的費用 他之前說機電的費用 代電 並不是 是用土地徵收的費用代電 代電款 我目前在查誰決定的 結果明目完全不符 用土地徵收的費用 去代電車廂的費用 對 所以我是認為說 我沒有反對這個建設 我還是要重新重申 我沒有反對這個建設 可是我認為有疑慮的部分 你要先解決 要不然人家認為高雄的輕軌 就是有軌 未來高雄任何的重大建設 都有可能因為這樣子 人家懷疑 是不是有其中有一些油水在裡面 剛剛友華跟包含了 雨萱他們在提到的 友華他拿到了資料之後 居然有兩通電話來 今天居然還有營造商找了他 居然講得這麼的狂妄 而雨萱到了中央這邊來 想要調資料 資料居然掉不到 想要找的東西居然都省引不見了 花媽之前自己就說 你們盡量查 我是絕對的清白的 絕對是乾淨的 但現在看來 事情好像不單純 當然如果行政部門 這種遮遮掩掩 就難免會引起大家的懷疑 政府的資訊公開 本來也有一定的規定 這些還沒有執行的案子 應該市政府的資料是最完整的 因為這個都是由高雄的捷運局 在主辦 二階大概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錢大概到什麼樣的階段 或是這個計畫的時程到什麼階段 應該是捷運局如果願意提供的話 應該是很清楚 其他中央這個地方 所做的事情就是經費的補助 經費補助 所以除非是經費不補助 否則的話我覺得 應該議員要的資料 應該市政府都可以充分提供才對 很多細節性的東西 包括招標 包括什麼 現在問題就來了 就是說怎麼會有廠商 什麼顧問公司也好 為什麼顧問公司想二坦 營造商 直接找了張有華 有 顧問公司想二坦 賺錢 賺錢 像他講 怎麼會有這種廠商 公共工程長期以來 都掌握在新潮流的手上 這個基本上我是覺得這是大事 這是大事 這有一點恐嚇惹 沒有恐嚇 他們對我很好 我覺得這一點恐嚇惹 找他聊聊 有恐嚇的味道 他都不知道為什麼我們體力很好 基本上我是覺得 你越是遮遮掩掩 越是想要私了 這個事情就會引起更多的懷疑 但是現在這個社會 敢不可以讓你這樣暗 讓你這樣蓋 不可能